士林館底的菊展 將在這個禮拜天落幕 不過大家想說 應該有滿滿的菊花苔 怎麼卻種滿了太陽花 怎麼回事 不是都是菊展嗎 應該都是一片菊花 對 那我剛剛也跟學生說 這邊有一大片菊花 結果走進來 是一大片向日葵 好看就好 可能這是菊花太少了 因為都是黃色的 連民眾都混淆 以為菊花向日葵不一樣 其實向日葵是菊科 士林館底菊展這片花海 再點題也不過 因為菊展最主要 這個就是菊科的花 那向日葵也是菊科 我們以前是零零星星有栽植 不過這一次 是比較大面積的栽植 只是靠著園藝所人員 從種子開始種植培育的 這片向日葵花海 怎麼有些花看起來 就像是枯萎了一般 好像是營養不良的樣子 有一點點像枯掉了 像乾掉了 好像枯死了 比較不好看 民眾拍照覺得掃興 但這些花可不是營養不良 或者是種壞了 而是特別種植的不同品種 像日葵田有種了三個品系 一個是萬陽 就是大家比較熟知的黃色 那有一個就是 比較橘紅色的是達冠 那還有一個比較深顏色的是 紅火球這個品種 菊展因為秋涼來得晚 延後兩星期 入冬後首波冷氣團 下週將報導 氣溫下探14度 菊科花朵正扭席 民眾也要把握機會賞花 記者李慧廷 關愛宣 喝不到